今天這集還是跟各位小老弟講說 這個iOS18它的問題還是很大 比如說它的這個影片像我在錄影 這個兩個多小時的影片 它這個正式版的話 它的這個播放跟編輯 大概只能10到20分鐘以後 你們看它就當機了 它沒有辦法在就是編輯或者是預覽 你看它整個都不會動了 它只有前面可以 我是覺得它這個系統 還是有很大的bug 然後我只要現在用這種有影片的 它就是手機會變得很燙很熱 然後你像用它這個我們Apple裡面的這種iMovie 我們去編輯影片一樣 不管是官方的這個編輯軟體 跟第三方的編輯軟體 我發現它都是沒有辦法編輯的 就是當機 它只能前面頂多前面大概10分鐘可以動 10分鐘到20分鐘可以動 你看我現在在移動是可以編輯的 好我再滑後面一點 它就整個就當機了 你看當機了 開始當機了 因為它這樣子在跑是一秒一秒的 所以剛才我們這樣子弄 弄到這邊大概就是10分鐘左右 10到20分鐘它就當機了 你這邊你要去編輯或什麼就是沒有用 即使我這邊來做一些剪輯分割 我把它刪除 後面的也不能編輯 所以我覺得這個iOS18的這個還是有很大的bug 那我已經有打電話去給蘋果的官網了 那他們說要幫我們回覆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軟體的問題 我是覺得這一次18的這個系統 它這個是 我是覺得它應該是很吃資源的 我現在這樣子在弄的時候手機超級燙的 尤其在編輯這個軟體的時候 好吧今天這集只是跟各位講說 那如果你還在觀望的話 那18這樣怎麼辦 你不升級也不行 那你升級正式版本 跟我之前用那個開發者模式 提早去升級也是一樣的問題 那這個真的是 我已經有回報了啦 希望它官方能解決 然後如果有最新的消息再跟各位回報 總之如果你有影音在編輯的 你們要注意 有可能會遇到整個都當機的狀況 包含是你這個內建的 連相機裡面的東西 錄影的都完全不能看了 你看整個都當掉了